她是个有着怪癖的小偷 每次行窃后都要给房主留下一摊纪念品 而这次也不例外 不料却从镜子里看到了个女人 难道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女人异常平静并没有选择报警 还让男人离开市把门带上 这一幕让小偷卡尔感觉受到了侮辱 懵逼的卡尔注意到了桌上的空药品 也明白女人正在自杀 于是好奇地拿起药品观察 出于好心 卡尔提醒安妮吃的是健胃消食品 安妮急忙起身查看 这才发现自己很弱智 接着卡尔替她找到了安眠药 安妮毫不犹豫地全部吃了下去 在卡尔震惊的目光中回到浴室 卡尔将门带上 临走还不忘将之前的东西洗击一口 满嘴胡烈烈地开车离开 可刚到路口时卡尔就犹豫了 是回去救那个疯婆娘 还是回家吃爆米花追剧 善良的卡尔还是选择了救安妮 用手指将安眠药都抠了出来 并将安妮丢回床上 正当她准备离开时 可能是良心发现 卡尔最终选择了留下 以免安妮再做傻事 她将所有摄像头拆了丢进粉碎机 并剪断了网线 接着放出了自己爱听的音乐 在别墅里肆无忌惮地玩耍 可就在晚上卡尔吃着爆米花 追着爱情电影时 身后的安妮却一脸猛逼地醒过来